嗨各位小伙伴你们好吗 这里是山无辉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支视频呢 是在我久违的月季录台上 给大家录的 我在春天的时候呢 是经历了一波不折不扣的月季狂热 当时买了好多的月季 然后把它们种出了第一波春花 然后如愿欣赏完以后呢 基本上就再也没有拍过视频了 那有很多小伙伴其实挺关心 我这些录台月季的生死的 他们还合理的猜测 我是不是已经把它们全部都 人道毁灭 因为它们已经死了之类的 那过去这段时间 确实它们经历了一些 非常极端的状况 包括夏季的高温 暴晒 还有前两天的台风暴雨等等等等 那它们现在的生长状况如何呢 这一期呢 我就来记录一下 我夏季维护月季的一些 养花操作吧 这个纯属我个人随性而为 这些月季 我觉得对它们来说 有点始乱终起的感觉 但是它们活得依然非常的坚强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吧 好 现在出现在画面当中的 这些月季盆栽呢 就是我正在苟延残喘的 这些露台月季了 那我这个露台呢 其实是一个L型的长露台 在夏天的时候 我会把这些月季 全部都搬到这一面 大部分现在这一侧 是朝冬的 这样保证它们每天只 因为我们接受半天的阳光炙烤 看这个杂草丛生奄奄一息的样子呢 一看呢就是缺乏管理 那确实我这段时间是没有怎么管照它们 今天给它们来修剪一下残花吧 那这一棵呢就是当时 买的不对版的黑伍德 它开的花是粉红色的 当时目前我还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由于它最靠外面 高温天我不在家的时候 它应该彻底干透了 叶子全部脱落了 但是我回来恢复胶水以后呢 它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又非常迅速的长出了新一轮的叶子 生命力非常顽强 但是它的珠形就是比较扣洞 让这种死透掉的枝 修掉一点 这一棵呢是灵芝妖精 它一直其实零零星星的在开花 但是这个花开的非常非常小 而且非常不标准 可能是那些爆花肥稍微还在起作用吧 这一棵的状况整体来说要好一点 它的叶子很密集 然后病虫害也没有非常多 所以这一棵就是修剪一下花苞 除一下草 上点肥浇点水应该就好了 就修剪一下残花 月季的这个夏季管理啊 我基本上没有做过任何功课 就是这个大夏天的 谁要管理月季啊 活着就好了 这里有一朵小花花 太可爱了 直径1.5公分的小花花 那这朵让它留着再开两天吧 这一棵这个杂草长得好凶啊 我都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 它的标签也已经飞掉了 不好意思我不记得它叫什么名字了 先把它这个杂草给清一下吧 我记得这个杂草我已经拔过一次了 但是我把它拔下来以后没扔掉 就是没清理干净 结果前两天台风降水特别的充沛 它浴水又活了 真是春风吹又生了 这次拔干净一点直接扔掉 这棵的状态就不是非常好 叶子呢各种各样的病都有 然后像这这种下面的侧枝也是死掉了 我就凭着自己的感觉给它修一修了 把看不顺眼的枝杆全剪了 这棵呢就是小1电源了 小1电源也是一直在开花的状态 只不过这个花的尺寸非常小非常不标准 但是整体的植株还是非常强健的啊 还是先把这些花都给剪了吧 这上面有一个大毛毛虫看到没有 刚刚我在地上看到非常非常多的黑色的小屎 应该就是它的 你们看刚刚那虫的屎就是这些 这些黑乎乎的颗粒物 这夏天啊什么黑斑病啊病虫害啊 真的是一样不少 从来没有消毒过 这种黑的还可以 草也是一定要认真的拔掉 根本灭不完 好这排乐器里面目前还算状态最好的呢 就是这一颗金丝雀了 金丝雀一直也是处于开花的状态 而且难得的是它的花 在这种高温天还表现不错 金丝雀确实非常不错 我把它开完的话稍微修掉一些 正在开的这些呢我就不打算动了 毕竟它那么辛辛苦苦的开花 我觉得它非常的顽强 它可以的 对了这颗是蜻蜓 这颗蜻蜓真的是两年 牙签苗 从春天过后呢 我就是对乐器没有打过任何一次的药 所以就是像蜻蜓这样呢 就一直病奄奄的 我也不是非常意外 来看一下现在这个是蓝色英语啊 蓝色英语这两天花比前两天还稍微多了一点 我觉得花盆大还是有花盆大的好处吧 这种七加仑的花盆 它就没有出现严重的缺水 在大太阳高温制烤的时候呢 可能盆土中间的温度也不至于 全部热得非常透 确实这种大珠型在大花盆里面的月季 表现的要比小花盆里面状态好很多 给大家参照一下 这个蓝色英语的这个花 现在是8月2号啊 8月份长三角地区 这个花还是挺好看的 今天刚开的 而且它这个新芽也开始抽了 我现在给大家修剪一下残花 好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我露台上最后一颗比较大型的月季 这个是粉袋 是天狼家买的粉袋 这个粉袋怎么讲呢 刚来的时候这个黑斑病非常的严重 然后呢就是叶子不停地掉 不停地就是让人非常的担心 但是这个黑斑病呢也不至于致命 所以它就这样有点尴尬的存在着 但是到了夏天以后 我跟它一块来的那个空蒙 已经彻底的销声匿迹了 空蒙已经死透了 但是粉袋居然还一边开花 一边就是活得挺好的 比春天的时候感觉要好 也算是一个小惊喜吧 大概修整完这个枝叶呢 给它们还是上一点肥料 不打算拌一点这个羊粪肥在它们的盆里 毕竟已经至少一个半月没有试过肥了 直接往盆的表面撒一点肥 然后用这个小罐子给它搅拌一下 它浇点水 为了这个露台上的这几盆月计呢 我还专门去买了这样一个手提式的水管车 还可以还挺好用的 不用来来回回的拎水 浇水还挺方便的 天快黑了 视频质量又下降了 现在傍晚呢还稍微凉快一点 有风的话没有白天那么热 白天今天好像是三十四分 但是蚊子非常多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不要忘记follow山王贵旧频道 还有一键三连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